好 接着来看到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为了欢庆一年一度的三二九青年节 并且在芙蓉大饭店办理了2023花莲永续阵放青实力的宣传记者会 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三二九青年节 特别在芙蓉大饭店办理2023花莲永续阵放青实力宣传记者会 接下来许多位表示青年发展中心对应来一步一脚印 逐步实践染财 玉财 流财 陪伴青年创业并且协助传统产业以及中小企业一起面对各项挑战 在亲资委员会无私奉献之下 近年来已经逐步开花结果 幸福会持续担任中小型企业最坚强的后盾 与厂观学员一同创造合作机会 逐步辅导提升在地产业知名度 提升花莲县中小企业的产业竞争力 引起在地的产业力量 感谢大家对于青年发展中心这三年多来 同时四年大家全力以赴 来让青发中心一步一步的越加越加的踏实坚实茁壮 那越来越找得到它的方向 跟我们大家一起共同讨论 其实刚才梁真有讲一个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让花莲的孩子能够留在花莲 能够了解花莲而跟花莲的关系越来越浓厚 然后能够直接留在花莲就业 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在花莲有这么多的大专院校 有茨基大学 茨科大 东华大学 大汉 有四所 四所怎么样让 大汉大概都是花莲的孩子 但是茨基大学 茨科大 东华大学 怎么样让这三所大学的孩子 一年有十个留在花莲 能够在花莲定居就业发展 花莲永续绽放青实力宣传记者会结合了3297年节 宣布青年新政策 期盼能够鼓励本县大学生踊跃报名本计划 提早接触在地产业 透过青年心血活络地方产业 并用索学协助产业转型推动花莲在地产业永续发展 记得就转一块车啦